那样欢迎收看10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华林县府民政处112年度的护震志工 第二次教育训练即联系汇报 由民政处长明良真主持会议 总共有40位的志工一同与会 还特别邀请了专业的物理治疗师 传授放松筋骨调整姿势的小撇步 让志工们学习如何自我改善肩颈酸痛 护震事务所志工群专心听着 华林荣家附建中心专任物理治疗师的讲解 进行从日常生活中姿势调整 运动与伸展放松的小撇步 让年龄稍长的志工群 学习如何自我改善肩颈紧绷和酸痛 华林县府民政处112年度护震志工 第二次教育训练即联系汇报 日前在华林市护震事务所三楼会议室举办 透过正确姿势改良不良姿势带来的不适 县长在推动我们护震所第一线的服务里面 希望有各个的温度 或者是说很多的长辈 鼓励大家都能够走出来 所以说很多相亲朋友们 连到人口稠密的花莲市 或者是吉安乡 我们在各个护震都有志工队的产生 那这边大概都是平均55岁以后的退休的 各行各业的有志的我们的相亲 都一起会到护震事务所来担任志工 那他们都在第一线跟大家互动 聊天服务或者引导各项的动线 那其实每一年我们有分两次 跟他们做一个教育的训练 首先呢 希望他们对于目前比较新的一些的科技的应用 或者是护震的一些的观念 或者是再来有一些的保健的一些的观念 都跟他们做一些的互动 甚至于也希望他们透过一个会议的联席会议 提出很好可以让我们公务单位去做检讨跟改进的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希望能够落实县长所提的 县上有速度 县下有温度 那施政要有准度 这样的概念 由乡亲到公部门一起的协力 为地方来服务 大家团结的为这一片的土地花莲 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努力 民政处长明良真表示 从一进门志工亲切温暖的服务 让民众倍感友善温馨 也让护震业务更贴近民心 十月起县内13个护震事务所 也贴心设置安心书棉宝盒 放置旌旗生理用品 免内库及湿纸巾 免费提供给志工所洽工 尤其是经济困境的民众 期盼多过志工制度建立 扩大护震服务层面 提升服务品质 让民众感受优质专业效率及热忱 记者长方艳华联师报导